游览禁词 体会禁词三宝的独特美丽 所以说几百年的一座建筑 能够一直保存到现在 而且有这么强的实用性 很难得 走进千年古寺 探寻法兴寺三角的奥秘 当精度和纬度都对正的时候 中间的灯就不会受到影响 登上镜边楼 感受明大建筑的雄伟与精致 它就是很高 站得高望得远 看到那个风火狼烟 代州古楼英州塔 看神奇木塔屹历千年 远方的加系列节目 最美是家乡 古剑瑰宝画山西 正在播出 山西是中国的文物大省 地表文物数量之多 保存之完好 在秦国首期一致 并且以时代藻种类权品味高而著称 因此山西省有着 古代东方艺术博物馆的美誉 其中古建筑是山西文物的精髓之一 远方的家世之族 于2015年来到了位于太原市的禁祠 陈官长您好 您好 欢迎您来进来 您好 为什么说这禁祠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皇家原理 因为禁祠历史非常悠久 它纪念的是我们西周初 就是禁国首任的诸侯唐苏瑜的词堂 听陈官长讲 禁祠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瓷寺建筑群 也被誉为中国古建筑博物馆 那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的禁祠 距离到今天有多少年的历史 现在看到的禁祠 可以说你要是最早也是有三千年的 因为我们有周百 周朝的百祖 距今已经三千多年 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太原 在历史上曾是多个王朝政权的首都或陪都 禁祠被誉为是太原的灵脉所在 它也是中国历史文化宝库中的瑰宝 下面我们看到的这个水渠叫智博渠 智博渠 对 为什么叫这个名字 关于这个智博渠 还有一段非常有名的典故 三家奔进的典故 在这个春秋末年的时候 禁国的势力日渐衰退 逐渐形成了韩赵魏范中型 智博渠是由春秋末年 禁国智博瑶所开造 公元前453年 韩赵魏三家 联合七百智博 并瓜分智博的领地 建立了韩赵魏三个政权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三家分禁 而山西的简称晋也是由此而来 三家分禁的这个典故呢 也从此呢 拉开了就是春秋和战国的一个分界 而且是非常有名的 而且从此呢 中国社会从奴隶社会进入到了分界社会 这是一个标志性的一个世界了 那现在这个取水看上去已经是水量很小了 对就是后人呢 在这个原来基础上呢 加以输菌就成为了灌溉就是农田 现在水量虽小 但是人们依然在使用它 灌溉农田 跨过惠仙桥 我们来到金仁台 看到在台的四角 各里有一尊约两米高的铁人 俗称铁钛尾 由于铁是五金之一 所以这座台并被称为金仁台 这座铁人造型生动 威武雄剑 很像扶脚中天王的形象 从头到脚都散发出一股 威武勇猛的气势 那当时为什么要在这个地方 住这么一座金仁台呢 它有一个说法就是水可以 就是金可以振水 对 因为镜瓷就是水 而且还可以手瓷 振瓷 听陈管长说 这级尊铁人的铸造工艺非常精湛 代表了宋代铸铁技术的最高水平 经我们考证呢 它里头还含有各合镍的合金成分 对 所以我们又把它以为是宋代的不锈钢 从金仁台再向前走 就到了镜瓷三大国宝建筑之一的县殿 它是古代石摆设供品和祭品的地方 那为什么这边会说是其中一宝呢 它是镜瓷唯一的一座金代的建筑 它建于金大鼎八年 公元1168年 那距离到现在有八百多年的历史 八百多年 对 未便于通风 大殿四周由栅栏围起而成 看上去既像一座庄重的大殿 又像一座轻巧的凉亭 因为当时呢 因为摆设供品都是像枕株枕啊之类的 或是食品啊 水果啊之类的 所以因为在这个七月初二的时候呢 天气比较热 非常热的 炎热的夏天 所以古人非常聪明 所以他就在这个安装的是植林栅栏 起到了一个很好的通风 限电面积大约有100平方米 高将近10米 由于通风效果好 便于存放祭品 限电也被誉为古代的天然冰箱 所以说几百年的一座建筑 能够一直保存到现在 而且有这么强的这个实用性 对 很难得 它是我们国家最早的一座限电 所以说呢 它被列入是进次的三大国宝建筑之一 这是三大国宝之一 第二间国宝呢 第二个呢是鱼照飞梁 还要往前走 好 穿过限电就到了鱼照飞梁 这是一座架在鱼照泉上的十字形桥梁 它是进次的又一座国宝建筑 因为我们这个底下呢 是一个方形的水坛 并且养了很多鱼 顾名思义呢叫鱼照 鱼照 对 飞梁呢因为古人称呢 就是驾须为桥若飞也 而且这座桥你从空中俯视它呢 很像是一只大鸟展翅欲飞 所以顾名思义呢叫飞梁 桥面长于二十米 宽五米 十字交叉 它被语为世界上最古老的立交桥 当然古人建造这个桥的时候呢 还有个寓意在里头 因为我们刚看到的一个限电 后面的这座 到限电对摆设供品 摆设供品了以后 完了通过这个桥到圣武殿呢 去祭拜圣武 就是水呢可以洗敌人的心理 净化人的灵魂可以说 听陈管长说 2010年上海世博会期间 鱼照飞梁的复制模型 在山西馆展出 他体现了山西古建筑文化的独特魅力 专家梁志成先生 他看到这座桥以后呢 他曾经就发出这样的感叹 此是石柱桥 在古化中偶价 食物则仅其一孤立 寻伪可贵 那也就是说全国来看的话 在中国可能都没有这样的 十字交叉的石桥 古桥 就在古代桥梁前 是唯一的一座石桥 鱼照飞梁前 这座气势雄伟的大殿 就是圣武殿 是为供奉唐书渝的母亲 江子牙的女儿一家而建 圣武殿建于公元984年 殿高19米 它被誉为中国宋代建筑的代表作 外面这几根柱子上 好像都有这个盘笼 对 我们这个八条木雕盘笼 这是我们国家现存最早的木雕笼 是什么年代的 北宋时候的 在大殿的郎柱上 雕有八条造型生动的木笼 这也是中国现存最早的木雕盘笼柱 这组雕笼历经千年 仍保存如此完好 令人赞叹 这一千多年 怎么能够把这样的一个立体的雕刻 在这儿保存得这么完整 因为一个是它的木质好 包括我们这个大殿 都是一千多年了 所以说它现在保存到今天 是非常不容易的 听陈館长说 圣武殿的建造工艺 代表了宋代的最高水平 在中国古建筑史上 也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堪称中国宋代建筑的典范 进此不仅是中国古建筑的博物馆 同时也是中华民族 姓氏文化的发祥地 唐 王 张等极大姓氏的祖祠都在这里 我们来到晋西书院 这里有一座紫桥祠 便是王氏祖祠 就说天下王氏出太原 就说这个王氏呢 它是从姬姓演变过来的 王氏始祖是周灵王的太子 原本姓姬 明晋 字字桥 他的儿子宗景因躲避战乱来到太原 当地百姓因他来自王宫 便称他为王 后人便以王来作为宗景的姓氏 而紫桥也被尊为王氏始祖 其实真正的王姓呢 最早的始祖并不是王 而是姓姬这个字 是从紫桥开始才有了王姓的始祖 对 是这样的 所以说天下王姓都始于这里了 紫桥祠被王氏后人尊为祖祠 祠堂里供奉着紫桥的塑像 屋檐上挂满了世界各地 王氏后人境线的匾额 万派同源 就是王氏分支特别多 不管你是哪一派的 它的源头都在这里 都是在这里的 所以说王氏的祖祠就在境祠 走进佩殿 这里成立着王氏宗谱 历代名人画像 以及各地王氏后人所捐赠的祖谱 在北魏孝文帝的时候 它被定为是太原王氏 被定为是全国四大姓之一 对 到了唐太宗李世宁 建立了这个世史制的时候 将太原王氏定为全国五大姓之一 所以说又有天下第一王之称 如今 王氏后裔遍及海内外 每年都有很多人来到禁祠 寻根问祖 表达着对祖先的敬仰和怀念 人们用祭祖的形式连接着血脉 传承着文明 对姓氏的追根溯源 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 正因如此 不同姓氏的炎黄子孙 才得以生生不息 远远流长 走进千年古寺 探寻法兴寺三绝的奥秘 观赏宋代采素 精美绝伦令人赞叹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 最美是家乡 古剑瑰宝画山西 正在播出 相比于禁祠的皇家旗牌 位于长治市张子县的法兴寺 显得平实而神秘 然而这座规模不大的寺庙 却深藏着三件珍贵的国宝 2015年 远方的家设置组 慕名前往法兴寺 我们现在来到了 长治市张子县的法兴寺 据说在过去 这里是殿与为俄僧才积极 佛氏兴隆 保存到现在 这里成为了长治地区 荣辱兴衰的历史见证 另外 寺中还存有三件国宝 被称为法兴三绝 一起进寺去看一看 法兴寺 始建于北魏神鼎元年 公元401年 距今有着1600多年历史 最初它建在 长子县东南 20公里处的慈林山上 20世纪70年代 由于发生地面塌陷 地语倾斜等原因 法兴寺被搬迁到 对面的翠云山 我觉得这个 法兴寺这个名字 听得很亲切 因为听过法门寺 法华寺 他们之间是 他们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 这个佛教这些寺观的名字 一部分是来自于佛经的 比如你刚才说那个法华寺 他们要法连法经有关系 像华岩寺就和华岩经有关系 那这个法兴寺呢 法兴寺呢 实际上法就是佛法 兴就是大字就是兴旺 就是佛法兴旺的这样一个地方 北魏时期是中国佛教发展史上 极为重要的阶段 闻名于世的大通云岗 洛阳龙门两大石窟 就是这一时期 由当政者主持开凿的国家工程 法兴寺 也在这个佛教发展 蒸蒸日上的时期应运而生 进入法兴寺 迎面看到的第一座建筑 就是有着法兴寺第一绝之称的设立塔 从外在的形字来看 这种形字非常的别致 也很独特 确实挺别致的 因为我们站在这个远处 看它就是宽宽扁扁的那种感觉 不太像我们这个常规概念中的塔的样子 但它是有存放舍利的一个座塔 是吗 它最初是用来放佛舍利的 还在吗 现在不在了 不在了 因为这个立子太远 但最粗的时候一定是有的 经过一千三百多年 佛塔中的设立子遂已遗失 所幸设立塔屹立不倒 成为研究唐代佛塔建筑 不可多得的精品 设立塔占地一百多平方米 外墙边长8.8米 平面呈回子正方形 整体造型浑厚简约 有它的错落感 通体砂石构建 厚重沉稳 有兼取几分古堡的坚实感 大巧若捉造型别致 可谓吉塔 殿 楼 宝 珠美于一身 您首先看这个屋底 它没有用梁 刚才咱们说 无梁 看上去像一个倒过来的台阶 外面一二三 有三层 里面也是 如果从里往外走 一二最高最细的这个槽 这也是里三层外三层 什么意思 六层 六层就是象征佛家的六道 六道 然后下面你看大屋子里 套着一个小屋子 如果看平面结构 就是一个回字 所以上面六层 六道 下面一个回字 轮回 设立塔内可见双层塔墙 呈套筒续结构 内墙上的十顶层层叠加内收 构成别致的四方凿景 也展示出佛教六道轮回的理念 从设立塔北门外下世界 就能看到有法兴赐 第二绝之遇的燃灯塔 第二绝 燃灯塔 也叫这个长明灯台 长明灯台 那里面原来是这个点灯的是吧 对 以前这个里面主要是供佛灯用的 它属于这个佛教的六种工具之一 我看它现在已经被这个玻璃窗 很好的保护起来了 它是哪一年修建的 这个是唐朝大历八年建造 那有 公元的七百七十三年 一千二百多年了 一千两百多年了 于公一塞 燃灯塔通提以青石雕灶 从下至上分别有花瓣型机座 海棠式须弥座 四门四窗空心灯式 八坡八角船尖顶等几部分组成 总高2.55米 海棠须弥座 三条 第一条是没有南北风 因为南面有座佛塔 是吧 然后北面有一座佛殿 所以佛塔和佛殿就把南北两面的风给阻挡了 它只有东西向 只有东西风 刚才说这个它是从磁灵山迁移过来的 和磁灵山的地形有关系 原子在磁灵山主风西坡的半山腰 所以它的东面没有风 站到这个半山腰向西看 是一个很长的峡谷 这个山谷的路口在西北方向 出口在东南方向 这个风呢 只要进入这个峡谷 就统一变成了西北东南风 但所有的风吹不过来 古人家人不吉祥 什么风可以过来呢 西南 所以在这个地方 你从西门向北门看 它刚好是一个空西 西门和北门之间 它是一个风道 西南风过来西门进北门出 不经过灯的中间 它有一个问题啊 如何保证风过去灯不受影响 两点 把灯从正中间向西移73厘米 这样速的精度就对正了 灯门高地一错开 灯的纬度就对正了 当精度和纬度都对正的时候 风便从这个空隙穿过去 中间的灯就不会受到影响 当现代人探究燃灯塔灯火不灭的原理是 发现古人运用了精确的空气流体力学知识 但是在1200多年前的唐代大力年间 人们并没有掌握空气流体力学原理 在1200多年前唐朝的石匠 它根本不需要那么先进的科学知识 为什么 它可能有一个很简单的 就像这个埃拉托西尼计算地球一样 它支起两根棒子 它不仅仅是在发心思 可能在其他的寺院里 都可以很准确地找到无风区 很成功地建起一个风吹不灭的场面 只能说多少年以后 这个简单而有效的方法可能失窄了 可能古人的智慧 我们不能用现在的一个数字去解释它 除了保持灯火不灭的科学价值 燃灯塔更有着极高的艺术价值 塔身浮雕造模细腻 刀工咸熟 是极为珍贵的唐代石雕精品 下面的这个十二瑞摄 就是当地或者说是华夏本民主的 图腾崇拜的一个遗传和演化 那它这样的雕刻形象的话 是不是在其他地方就很少有 对 以为有限的这个姿势 在别的地方还没有发现 还没看到过什么 这个算是比较独特的一个地方 燃灯塔每层的石刻浮雕都各有不同 涉及内容极为广泛 是研究唐代建筑 雕塑 音乐 民俗 服饰等各门类艺术 难得的实物遗存 欣赏完燃灯塔 举目尚望 一座古朴庄种 严整大计的殿宇 坐落于正北 这就是法兴寺的主体建筑 圆绝殿 它是很明显的有唐朝遗峰 但是属于这个北宋圆峰四年的建筑 北宋是吧 但是这个北宋和唐呢 它在木结构建筑上 基本可以画到一个体系 这个时期的这种木结构建筑 有几个特点 第一就是举则平凡 第二叫粗延深远 第三 斗拱硕大 第四 结构疏懒 那它和唐很像 到了宋的时候 它就是结构相对来说 要小巧一点 要规范一点和精致一点 唐朝的显得更大气雄火 宋朝的更显得规范精致 圆绝殿实践于宋大元峰三年 距今约九百多年历史 它垫高八米 骨架以十柱木柱之称 近似黄金分割率的长高垫深比例 给人以视觉上的美感 各部位梁架简洁 结构清晰 看起来既曲折声动 又举重入侵 形成利于美的统一 走进圆绝殿 殿内的十二圆绝塑像 就是法兴寺的第三绝 十二圆绝是什么意思 圆绝的本意是指佛圆满的觉悟 在这个地方是指周围的 这十二位圆绝菩萨 就是它像佛一样 已经达到了修行圆满最高的境界 那这十二尊菩萨像 它是哪一年 它是北宋正和元年流下来的 这个年号也很好记 公元的1111年 在这个时期正是佛教雕塑的 一个高峰期 就是佛教雕塑有三个高峰 按照李泽厚先生的观点 叫魏唐颂 魏晋南北朝 唐朝和宋朝 然后宋朝留下来的菩萨造像 法兴寺的十二圆绝菩萨 还有早期唐的 饱满雍容高贵 有宋的这种亲切慈祥 极具感召力的特点 其实跳出这个思想之外 你单看这个塑像的 这个造像记忆就已经很高超了 你看这边它这个身上这个丝带 下面这些衣纹 包括手的这个形态 栩栩如生 真的就像一尊菩萨 坐在我们面前一样的感觉 自佛教传入中国 采塑佛像也随之兴起 北宋采塑 继承了隋唐时期 飘逸俊美的理想化形象 也逐渐开始向世俗化发展 法兴寺十二圆绝塑像 体态雍容 面容祥和 服饰色彩柔和 衣纹流畅自然 形成庄严华美的氛围 体现佛国净土的美好与宁静 也展示出古代工匠的精湛技艺 我看它这块有点损坏 能看出它这个里面是这个木质 是吧 它属于这个木胎泥塑是吗 它属于木骨泥胎 木骨泥胎 就是用这个木头砸起架子来 然后在这个木头架子上面 一层一层的上泥 比如说第一层是用麻做的泥 然后有这个粗泥 比如我们隐隐约看到的是麦糠 在外面的时候是一层很细的棉花 中国人呢 他说一般为什么要用这个木 木跟泥胎呢 因为中国五行学说里面 木和土是有生命力的 就是生命都是从土里面运营出来的 木本身就是一种生命 所以说大部分这个神佛造像 都是泥像 老百姓都叫泥胎像 而西方的很多神像 它用石头 它追求一种永恒 但是中国人认为 石头是没有生命力的 没有生命力的 在什么地方用呢 在灵墓上大量 所以你看黄灵很多上面 神道上面 它就有大量的石像身 都是石雕的 但中国这个神佛殿堂里面的 这些菩萨造像 往往都是迷俗的 说明这个材质也是非常讲究的 这个材质和中国人的这种思维 和中国人的这种思想 是有关系的 泥塑艺术在中国远远流长 山西位于佛教 游戏雨传入中原的必经之路 历史上泥塑艺术光辉灿烂 如今还有许多从事 塑像保护 修复和创作的人们 使得这项传统艺术 得以继承和发扬 登上边境楼 感受明大建筑的雄伟与精致 它就是很高 站得高望得远 站得高望得远 看到那个风火狼烟 代州古楼英州塔 看神奇木塔屹历千年 惹风的家系列节目 最美是家乡 古剑瑰宝画山西 正在播出 由于山西地处北方草原 与中原的交接地带 自古以来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因此很多建筑都有着 军事防御的功能 在山西大型的县城里 有一座边境楼 就是这类建筑中的代表 它被誉为万里长城第一楼 2015年 我们是这组在向导的带领下 参观了这座宏伟高大的建筑 这个边是边关的意思 一个边字可以说 说出了戴州古城这个历史特色 它是边在种地 边城 静的是安定的意思 也是和平的意思 边境楼是明代 为了祈求这个边关安宁 边关和平 修建的这么一座建 它也是寓意着平安的意思 对 寓意着平安的意思 边境楼位于古城中心 是砖母结构 有砖悬动态机和三层 四沿歇山顶楼身组成 楼身东西长43.3米 南北宽33.3米 整个这个高度40米 它可以说是 整个万里长城沿线 从山海关到嘉宇关 所有长城沿线经过的地方 最高大的一座楼是建筑 所以它上边写着 万里长城第一楼 按照当时的这样一个规定 在这样一个边关上 能有这样一座比京城 对对 鼓楼还高的建筑 应该是 因为我们现在来话说 应该是违规的吧 对 这肯定 在封建社会 等级制度非常森严 一般的话 它根据你这个城的级别 比如说县城 周城 府城等等 它会设定一定的比例 但是戴州这个鼓楼 它超过了京城所在地的 这个鼓楼的高度 就是因为这个军事用途 都是为了军事 那它为什么会建这么高呢 它建这么高 是为了它北面的夜门关 夜门关离这儿的距离是20公里 那么沿途每隔五里会有风火台 那么风火台传递信号以后 这个楼上的是一个 接收信号的一个中心 这样它就是很高 站得高望得远 站得高望得远 看到那个风火狼烟 对 为了接收夜门关的军事信号 边境楼出建于明洪五七年 公元1374年 由将领唐圣宗 陆仲亨主持修建 因为当时的戴县城 还不是周城 所以这座楼台 就起名为边境楼 意思是守卫北边 史之安寅 红五八年 公元1375年 戴县又恢复维州 这座边境楼 就成戴州城的古楼了 我们身后这个古楼上的 这两个牌匾有什么渊源吗 下边这个是万里长城第一楼 是我们国家的文物泰斗 把罗正文老先生提写的 上边这个温正三观 是清代留下来的 是清代的地方观 提写的雍正十一年 1733年 二百多年的历史 这块牌匾长八米 宽三米 寻挂在边境楼的第三层 这个可以说是中国现存下来的 最大的一个古代木匾 也算是最大的 就是说这个古楼是最大的 然后木匾也是最大的 大楼上面有的那个大匾 再一个内容的话 威正三观 这三观说的是山西的 燕门观 宁武观 片头观 这三观 那么威正的三观 就等于是威正的 平定了整个山西了 也威正了整个内长城了 边境楼的门两侧 树立了许多石碑 都为明清两代 每次重修的记载 李东东带我们来到一座石碑前 他告诉我们 这是一座明代 城华年间的石碑 这个上面刻的是一首诗 这个诗的作者 是当时的山西巡抚 上面有名字叫杨宗契 杨宗契给提的 诗的标题是九日宴集 就是说他在这个 某个月的初九 他在这搞的一次这个宴席 摆宴席搞的一次聚会 我们现在华人 就是为什么山西的巡抚 会在这儿摆宴席 在这个楼上 这就是他有当时的历史背景 因为当时这个明代中期 城华年间明代中期 就是边关刑事吃紧的时候 山西的巡抚 每年的秋季 要亲自作证戴州城 来镇守燕门关 防范关外这个少数民族的入侵 这个古代叫秋房 就是秋天 秋天这个防御 叫秋房 这是一个当时的一个励志 山西巡抚每天叫秋天 会到戴州城亲自镇守 那么在这个镇守期间 这个楼上除了军事作用以外 也会搞一些文化力的活动 过去娱乐活动少 九日夜级 百上夜级迎室座 施酒茶是一定要有的 对 这个活动 诗中记载了从前方传来 击退敌病的捷报 有正值秋收 军民同乐 把酒高歌的热闹场景 继续向上 我们来到了边境楼的二楼 我们现在站在的是古楼的二层 对 二层 然后远远能一边能望上去 好像今天能见度不是很高 对 那个看不清楚 能见度好的话 可以看到北面夜门关方向的风火台 这个楼的位置是整个周城的一个中心 这个街道的格局就是以这个楼为中心 然后分开东西南北四条大街 我们现在看到就是北大街 边境楼作为一座军事建筑 与夜门关构成了纵深的防御体系 从而接收夜门关传递的军事信号 地处古城中心 还可与东西南北四座城门楼 和四个城角楼相呼应 好多人说了 看着这个楼以外 最大的一个特点 如果用一个字来概括的话 就是这个V字 威风的V 怎么讲呢 它这个V怎么体现呢 就是这些粗粮大柱体现出来的 粗粮大柱 它整个这些柱子是通天柱 从底层一直通到顶层 高度是18米 边境楼与应线木塔齐名 民间素有 大爱州古楼应线塔 正定府的大菩萨一说 应线木塔也称佛光寺释迦塔 它不仅在中国建筑室中 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还创造了吉尼斯世界纪录 获得了世界最高木塔的称号 而且被列入了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 2015年我们来到了应线的金城镇 设置组一到这里 远远就能看到高耸的古塔非常幸福 我觉得真的是很高大的这么一座塔 是的 它是世界上现存最高大 最古老的纯木结构 楼阁式佛塔 它是建于辽清零二年 公元1056年 距禁有950多年的历史 将近1000年的历史 一直在这个地方 对 而且是一座纯木制结构的塔 纯木结构的 整个木塔的主体结构上面 那么有一颗钉子 完全是靠木头之间的 勾连 咬合 毛笋搭理在一起 就是孩子们积木式的建筑 中国唯一的小材料建大建筑的典范 释迦塔民间俗称应线木塔 外观为五层 八角 六岩 塔高67.31米 底层直径30.27米 整个塔使用木料约3000立方米 总重量达7400吨 是中国现存古代木结构建筑中 独一无二的精品 1961年 它就被国务院设立为 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而令人费解的是 辽国为什么要在映州 建一个如此规模庞大 精美绝伦的木塔 史料上一直没有一个确切的记载 木塔的文字记载东西 还是比较少的 我们只能根据零散的记载 和木塔上面的牌别来推断 一般建塔大致有几种原因 亮望迪秦要建塔 双点山河要建塔 两种 超度亡灵也要建塔 三种 那么供养舍利更要建塔 那么如果当时为了亮望迪秦 超度亡灵的话 那辽国不会倾全国之力 在这里修建如此豪华的建筑 那么如果更是为了壮烈山河的话 我们这里更不具备这个条件 我们这里是燕门关外野人家 风沙很大 气候很干燥 所以它只有一个真正的原因 就是建了一座佛塔 因为当时在辽国 辽清宁的这个新宗皇帝 五姓佛教 她的皇后萧太后 就是我们印州人 萧太后就是这个地 本地人 对 是我们印州人 所以在她的家乡 建了这么如此高大的 富力豪华的建筑 孙伟英介绍 历代名人犹塔后 灰好泼墨 挂扁提莲 留下许多赞美家具 为木塔增赐不少 塔上现存58面匾帘 其中明成祖朱棣提携的 俊吉神工 明武宗诸侯照提的天下奇观 笔画苍境灵众 神韵连贯 唯一难得的真品 我们到来时 世家塔正在进行 塔身加固的准备工作 木塔台基已被遮挡起来 穿过交手架 我们就直接进入了塔的底层 这里面看到是 这么大的一尊佛像在这儿 对 这是佛祖世家牟尼 是辽代的作品 能够广播到现在 也确实很难得 色彩还是相当的严厉 特别的地方是 它嘴边有胡子 绿色的 对 绿色的胡子 因为在当时建塔的时候 我们这里属于辽代 七单族统治的 因为七单男子 都有这个胡子 唯美的习惯 那这尊佛像呢 它有多大多高 这尊佛像高有11米 木骨泥塑 听考证呢 这是中国室内 尼素佛像里边 是最高最大的 孙美英介绍 世家塔作为佛塔 各名层都设有佛坛 供奉着20尊佛像 在所有佛坛中 底层的佛坛 修建得最为精美 除了体型巨大 神态依然的佛像 尼素精品 这里的内壁上 还会有佛像 飞天 金刚 菩萨等内容的壁画 色彩鲜艳 栩栩如生 展现了过去高超的绘画技艺 而在这些壁画中 最引人注目的 是内裁正面门额上 三位女供养人的画像 这组画不仅展现了 辽戴人物画 一代飞舞 动静结合的绘画技巧 也提供了辽戴的很多信息 这个右边第一位 是辽国的圣宗皇后 中间是辽国的道宗皇后 左边是辽国的心宗皇后 为什么这三位皇后的画像 会在这个门楣上出现呢 是的 因为她们是佛的供养人 因为皇后能够做佛的供养人 可以想象在辽国当时 是非常的笃信佛教 通过这些画呢 就可以看出 她们三位当时 处于这个年代和年龄问题 怎么能看出来呀 你看这个两边的 她手里这个拖着盘子 那下边是白帕包手 是 中间这位呢 是露胳膊 露着手 也露着腿的 你看一下 是 说明她当时呢 是年龄很小的 因为在古代嘛 她这个服饰啊 都是很讨究的 特别是这个 也比较封建 那么在当时呢 这个她能够露着胳膊 露着腿 她是这个 这个还是很统真的 也是很天真的 那么为什么她能够在门门的中间 因为呢 她们三位的关系是 婆婆 儿媳和孙媳的关系 她建成之后呢 她就处于皇后的位置 因为她是正在位的皇后 对 所以就给她放在了中间 孙文英告诉我们 历史上 辽朝皇室耶律室 与萧氏世代联姻 皇后都为萧氏 除了三位皇后供养人的人像 木塔底层佛像后面的门楣上 还有三幅男供养人的画像 被证实 就是当时萧家的三位封王 而修建释迦塔时期 也正是萧家出现一门出三后 以家有三王的鼎盛时期 专家以此推断 释迦塔极有可能就是 当时位高权重 并读信佛教的新宗皇后 为彰显其家族的 累世功勋和显和地位 在自己的家乡 建起了这座高大的木塔 作为萧氏家庙 这也可能是木塔 为什么建在这里的重要原因 为保护木塔 2011年起 释迦塔的二层以上 已不对外开放 因为时间经过申请 文物部门特别批准我们 上二层拍摄 我们设置组也有幸称为 这几年除文保人员以外 少数登上木塔参观的人 刚才从下面上到这边 好像又上了一层 这算是一层的高度吗 不 这种木塔 是一座明武暗室 九层建筑 什么意思 您可以解释这个 我们从外观看 是五层 而实际到了里边是九层 这是我们经过的第一个暗层 怎么叫一个暗层呢 这个暗层是什么作用呢 这个暗层是我们木塔的钢体部分 这个暗层像一节节的竹节 它也像在内巢的外边加了一道道铁箍 更像我们现在建筑楼房里的圈梁 有了这四个暗层以后 木塔的强度 它的抗震性就大大的增强了 这就是木塔的钢体部分 释迦塔采用内外两层套筒式 钢柔结合的设计 外层是由柱子结合插柱造 笋毛咬合工艺组成的五层活动层 具有延展性 内层就是家有暗层的九层塔身 暗层里复杂的斗拱写称 组成了类似现代建筑的框架式结构 为塔身提供钢型支撑 钢柔结合有巨大的耗能减震作用 使木塔能够有效抵御大风 地震等外力影响 我们木塔经历了有九百多年了 特别是在约大德九年 元顺地的时候 约大德九年大洪路 发生了强烈的地震 有声如雷 元顺地的时候 我们此地印州大阵七天 塔旁涉雨进阶倒塌 但木塔傲然屹立 雷然不动 在1976年唐山地震 也波及到了印线木塔 全塔的风铃 就是塔岩外边挂的那个风铃 看到了 有96个 全部正向 音量持续了有一分钟 所以九百多年了 它创造的一个奇迹 更是屹立着一个骄傲 登上木塔二层 助理已变得非常明亮 在塔中央位置的方形弹座上 坐落着一尊释迦牟尼佛像 两位菩萨和两位侍从牌里两旁 头冠服饰带有浓重的 辽带风格 姿态生动 二层房梁上 至今还遗留着 1926年军阀昏战室 木塔受到炮弹攻击留下的弹痕 向我们展示着 木塔所经历的沧桑 而在这一层 古代建筑中高超的斗拱记忆 也展现无遗 据了解 释迦塔全塔共用斗拱54种 每个斗拱都有一定的组合形式 每层都形成了一个 八边形中空结构层 而这种中空结构层的技术 比欧洲早了800多年 斗就是我们看到方块 斗形的斗 中国古代成品的器具 弓就是古代射箭的兵器 弓子型的弓 相互之间的拉签 咬合 搭垒 矛盾在一起的 它不仅在这个力学上面 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那么在它的装饰 又像一朵一朵盛开的莲花 它是一座力学与美学的 这样一个完美结合 古世云远看木塔 晴天柱拔地而起 近看木塔的白齿莲 说斗魂的组合 像一朵一朵莲花盛开 说得真真切切 一点也不错 那也非常难得 我觉得像这座木塔 在这个地方经历了战火 经历了时代的变迁 经历过了地震 近千年还能屹立在这个地方 真的是很难得 而且也可以看得出 当时古 中国古人 在这种建筑上的记忆 应该说非常高潮 非常精湛的 是吧 硬线木塔如今已称为硬线 乃至山系的标志性进筑物 深明远扬 不管它有着如何曲折难觅的来历 古老的木塔 以它屹立千年的威厄雄姿 在苍凉古老的塞外高原上 成就了一项矿石瑰宝 成为今天书写在长城沿县的土木画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